沒錯 南韓渡輪發生了船難 我們來進行的是 台灣渡輪的大體檢 首先來看到 中台灣日月潭搭船的 遊湖生意有沒有受到影響 而業者也現在開始 非常嚴格執行 要穿戴救生衣 趕快連線記者朱顯民 顯民請說 好 帶您看到 來到了風光明媚的 湖光三色日月潭 當然要來體檢一下 遊艇的安全性 您可以看到 我已經穿上了這件 橘色的救生衣 旁邊還附了 這個小小的手電筒 防止說夜晚落水之後 還有人能夠找得到我 當然這麼大的一條遊艇 一定要各種安全措施 首先是這個所謂的信號彈 它主要是發生意外的時候 船長可以藉由信號彈的發射 明確指出船的位置在哪裡 更重要的是這麼大的船 萬一引擎著火怎麼辦呢 旁邊這個就是所謂的 CO2的自動滅火系統 只要船長一按的話 整個這個CO2的二氧化碳 會往引擎室噴 完全第一時間來撲滅 這個所謂的引擎室的火勢 當然進到這個船艙 這個船是屬於149人的大船 在每個座位底下 他們都準備了這樣子的一個救生衣 如果說萬一發生意外 船長一聲令下 全船乘客就可以馬上像我一樣了 花30秒時間 把救生衣穿了上去了 還有旁邊這邊都有所謂的 每年進行安全檢驗 合格的證書 當然旁邊這個是最重要的是安全 遊客只要一上船 買了船票就有300萬的意外保險 當然這麼大一條船 每逢假日可以說日月潭這邊遊艇 一年可以創造了上千萬人士 一個旅客的運輸量 因此安全性格外的重要 在帶你往外面來看 除了說各種安全性之外 事實上船這邊一個安全規定 也是十分的嚴格 就像是各種各式各樣的指示招牌 同時更強調說 這個所謂的飲酒過量的人 甚至也不能夠來上船 同時航程中也必須要遵守這個船長命令 同時移動中 這個穿救生衣也必須要有船長指示才行 我們現在現場問一下船長一個看法 船長你好 早安 我們這個東西 大概你的安全性的話有哪些裝備 我們安全除了救生法之外 還有救生衣 但是我們在開船之前 都會有一種救生衣穿著的示範 還有最主要的就是說 旅客的安全上下船的時候 是最危險的時候 我們先會固定好以後 再讓乘客上下船的動作 萬一真的有發生什麼禁水或火燒船的 我們的標準程序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都會有警報器 還有一個就是會廣播 廣播趕快來逃生就對了 第一時間 可以聽到船長他強調說 日月潭這邊由於一年 可以創造上千萬旅客的運輸量 可以說是全台灣的運輸量最大 因此這邊幾個強調 他是現場五十人左右 同時各種的安全措施 包含滅火器 包含信號彈 各種各式這樣的東西 其實事實上呢 只要是一上船的遊客 可以選擇馬上像我一樣 把舊聲音穿在身上 因為在日月潭的遊艇這邊 安全性是他們最大一個考量的因素 就是以上在南投日月潭最近現場 再把鏡頭交還給彭尼主播 好的看到明潭呢 還是有非常多人去出遊 但是也要特別注意安全了 謝謝寫明 連線報導 謝謝 謝謝